我也會替大家午安 我是這次活動的負責人 我叫Sindy 他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 心機上市的體驗活動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合作夥伴醫生有限公司 帶來我們這次的講師 這位是醫生有限公司的女副總 大家好 我是醫生有限公司的業務副總 也是李先生 也很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次的體驗活動 這次也很榮幸能夠跟我們FPS原廠 能夠舉辦這次的體驗活動 其實我們公司主要是提供熱轉音設備 就是可以搭配我們原廠的 裝寫熱身華音錶機 然後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原廠 那我們主要提供的設備 像我們的馬克伯特轉音機 或者是像我們的平胖機 燙盤機 燙號機 也有多功能的轉音機 基本上我們公司已經大概經營二十多年 在台灣也有很豐富的轉音設備的銷售 目前在台灣轉音設備銷售大概有五六千台銷 目前也有跟各大大專院銷 大概有兩百多所國內的學校有做配合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像各位桌上也有我們的產品 那個行物 那其實裡面也有一些講解 一些熱身華有關的專業知識 那大家都可以參觀一下 那這一次的活動主要我們是要體驗那個 就是轉音的馬克伯特跟我們磁鐵拼圖的部分 那也歡迎說大家之後如果等一下體驗完 如果有相關的轉音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採訊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請我們的業務主任 那個鄭峰李先生來幫大家講解今天的課程 謝謝 大家好我是吳欣李先生 那我來跟各位講解就是這台SCF-130新機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們順便介紹說熱身華的原理 跟我們製作馬克伯特跟拼圖 所需要的步驟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就是SCF-130 它基本上體型啊外觀啊 它都是比較小的樣子 然後我先跟各位介紹就是熱身華原理的技術 其實熱身華它很簡單 升華的意思就是經過由液態變成氣態 那它的原理就是我們熱身華墨水 在從液態的時候印刷過程變成固態 在擠上 然後會經過加熱之後 它會氣化到我們只要是聚子纖維塗料的上面 它就叫做熱身華 所以它下面有經過解釋就是 熱身華經過加熱到一定的特定濃度 燃料會由固態升華變為氣態 當溫度下降的時候 燃料又還原成固態 然後這時燃料可以深入到轉硬的表面 達到轉硬的目的 然後熱身華的優點就是 它墨水就是很純淨 然後橙色很完整 然後它印製速度其實非常的快 然後它可以複合在一些很多的商品上 但是它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它就是勞度很好 它不會因為說下水洗就會掉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熱身華的輸出流程 我們需要選擇我們的圖檔選擇完成 經由我們的SCM1上的印製 印製完之後搭配我們專用的熱轉硬設備 不管是做一些馬克杯啊 或者是海岸衫啊 或者是帽子啊 杯子之類的都需要專用的機具 然後最後就完成我們的商品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介紹這台熱身華印錶機的優勢這樣子 它這台是Apson出的原廠的A4小型的熱身華印錶機 然後在以前比較多都是用 比較多廠家是用蓋的方式 應該也都是用Apson 但是這台是Apson自己出的 所以它有原廠保固一年 然後保固一年內就是印六千張 六千張超過也算保固這樣 保固內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改善它很多優勢 像我們以前加墨水是用擠壓的 它現在墨水瓶是用十字頭直接插上去 它就自動可以導入墨水 比以前的優勢還很多 然後它這台還有一些功能就是 它印製速度比以前的A4的印錶機印製的還快 因為我自己實際上有操作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看看印製的速度這樣子 然後墨水都是有Apson的原廠認證過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介紹一下 它現在有新出的就是LED的面板 然後它還有支援Wi-Fi跟插網路線就可以無線接應 我等一下是用Wi-Fi直接做列印 我不需要接著我的電腦 我就算印錶機離我很遠 我可以直接用電腦傳輸給它去做列印 然後它鏡子夾雖然是A4 但它可以放的值得蠻多的 然後它的DRIVER這些 它的系統設定的很簡易 就是基本上我們送到客戶那邊 它很快就可以操作這樣 然後它這個還有一個就是一個數據 就是可以看說我們現在機器使用狀況跟印製的過程這樣 然後這就是Apson 它後面就是我們只要 就像我說它有成績保固一年 跟印到六千張 其中一個到期就是保固為止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相關的熱轉音設備介紹 然後它可以做的像我們公司可以提供的 就是有拼圖啊 手機殼啊 杯墊啊 帽子啊 還有一些板布袋之類的 點點點點的 但是熱身法不是所有材質都可以轉音 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一般的像我拿一個普通的鋼杯 我是不是就可以轉音 其實是不行的 它表面一定要經過有特殊的圖層 它才可以做轉音 對 然後再來是行作教學 我們今天會做的就是拼圖跟馬克杯 等一下呢 我會給各位一個網址 各位只要在網址上輸入進去之後 你們直接上傳圖片在上面編輯完 發送 我就會收到這樣子 我們是有一個 我們公司自己有做一個就是線上編輯器的系統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等一下會教大家怎麼做馬克杯 其實做馬克杯很簡單 我們選擇好我們的圖檔之後 我們已經有F130印刷出來 然後我們會貼到我們馬克杯上 專用的耐熱膠帶 然後到我們的馬克杯機 馬克杯機的溫度需要在200度180秒 然後加熱之後它會倒數 時間倒數完成這個就製作完成 對 然後這是一些印製前需要注意的 對 然後馬克杯尺寸就是19公分乘8公分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直接在手機上自己編排 然後傳給我們這樣子 然後這個等一下我會直接現場實際操作會比較清楚 然後再來是做拼圖的部分 這個拼圖是一樣有表面上有經過特殊處理的圖層 才可以去做熱轉印 然後等一下也是一樣 我們就選擇好我們的圖檔 然後拼圖的紙印刷出來 我們直接放上去 就像它這樣子 然後固定好 再做平燙機去做抗印 就完成我們的拼圖 然後拼圖的時間比較快 它基本上只要200度35秒而已 對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F530的介紹 基本上我們現在雖然是小型的A4 因為小型的只能印小張 但是F10也有出一台原廠大台的 它基本上外觀長得跟後面那台T3130一模一樣 它叫F530 它可以印到整卷A1的直 60公分寬 然後1米6的長 對 它一樣可以單張輸出這樣子 然後這台可以搭配的就很多 像我們有做一些長型的抱枕啊 長型的毛巾 搭配我們滾筒機 或是大型的平燙機 可以去做熱身划轉印這樣 對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體驗我們的商品 我跟你們說一下我們的IP這樣子 只要輸入192.168.50.20 謝謝大家